哈喽,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二月份的一些爱用品 有护肤,有彩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直接切入主题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是它 Nukes加欧数吧,中文叫 他们家的一个Comforting Cleansing Milk for Face, Eyes and Lips with Rose Petals 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舒缓性 的洁面乳,它因为是卸妆,洁面二合一 所以它是可以用来卸脸部,眼部,唇部的妆都可以卸 号称里面是有玫瑰花瓣,但是我的肉眼是 看不见玫瑰花瓣的,可能是萃取物或者什么之类的吧 因为它确实有一股非常清新淡雅的玫瑰香 夹杂着一点点灶,就是肥皂那个灶的味道 这个组合闻起来还蛮 干净和确实蛮舒缓的这个味道 闻起来 味道我很爱 但是味道只是一个方面啊 我最喜欢它的还是它的那个 使用感,首先如果你 跟我一样 每大部分时候都只花一个淡妆出门的话 我觉得它的卸妆力和 洁净度是足够足够的 它除了我非常防水的 睫毛膏卸起来有点吃力以外 其它的妆啊,彩妆啊,卸起来都是毫无压力的 而且它卸完以后不会像有的洁面产品一样 你用完脸上会有点崩,然后有点拔干的感觉 它完全没有 像我用完它洁面,后续一两个小时之内 如果不立马上护肤产品是完全 脸仍然是那种滑滑嫩嫩软软的 没有任何紧绷或者是 就是缺水的感觉 因为我两家还是会偏敏感嘛 所以我对护肤品的 温和度要求还挺高的 我一般衡量卸妆或者 截面产品是不是够温和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它用在眼周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明显的刺激感 或者刺痛感,它完全不会 有的时候眼妆稍微重一点 你多揉个大概十几秒 半分钟,眼睛都不会有那种 不舒服的刺激的感觉 这点我也非常喜欢 这一罐我已经用见底了 然后囤货也已经备好了 足见我有多爱它 真的非常喜欢 诚心向大家推荐 真的很好用 第二样护肤品呢 是它 Hydro Luron的 Serum 牌子在这儿 好像是叫Indeed Labs吧 这个 对它我其实真的是久仰大名 我第一次听说它 是大概一年多以前 YouTube上刮过一阵大风 很多英国的YouTuber都在推它 说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当时就很长草 想买 但是可惜美国那时候买不到 结果前段时间 我突然发现 drugstore.com上有卖了 然后我就赶紧下单 买来试试看 拿到手用了以后 才发现它真的是名不虚传 真的非常好用 它的质地有点像是这种 透明的 折梨还是像浇水一样的这种感觉 然后当你把它在皮肤上 揉开的时候 你有种好像把水珠揉破了 然后皮肤在喝水的感觉 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夸张 它的配料表我看了 成分也很简单 大概就主要成分就是四五样 然后其中最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玻尿酸 玻尿酸就是给皮肤保湿的嘛 对吧 它跟大部分玻尿酸的产品 使用感是差不多的 就你刚涂到皮肤上 皮肤感觉会黏黏的 但是如果你给它十几秒的时间 让它吸收一下以后 你再去摸你的皮肤 你就会觉得它滑滑的 然后嫩嫩的 好像是皮肤喝饱了水的感觉 说是说serum 但是我是拿它当面霜来用的 我混合皮用起来感觉 它的保湿度 还有滋润度 我觉得是足够了的 而且不会油腻 不会黏腻 质地非常的舒服 它用完以后 你的皮肤的触感 真的是非常好 总而言之就是很喜欢 这个也很推荐 Hourglass的腮红 我的色号是Ethereal Glow 它有一个别称叫五花肉吧 反正我这块不是很肥 就是高光比较少 然后粉色比较多 像我这么多年买腮红 挑腮红下来 还是发现我比较适合这种 粉粉嫩嫩的 有一点偏冷色调 甚至有点发白的浅粉色 用在我的脸上是最好看 最显皮肤白皙 然后最挺起色的 它的颜色就是这种 粉白粉白很显嫩 然后特别减零的一个颜色 它基本上满足了 我对腮红所有的诉求 从颜色到质地到妆感 它不是那种完全哑光的质地 它因为里面有高光嘛 所以它有一点点淡淡的光泽感 所以涂在脸上以后 不仅显得脸粉扑扑的 而且会显得你皮肤的质感 它的高光不显毛孔 反而会显得你皮肤的质感 和触感非常好 所以这款腮红 我这两个月都在用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接下来是一个眼影 这个是MAC的一个颜色 这边这个颜色 叫Rice Paper 它是一个这种 鹅黄色 好像带一点点金色 偏光的感觉 但是它很神奇的是 它涂在你的眼皮上以后 它的那一点点黄色 好像会跟你皮肤本身的颜色 合二为一 然后剩下来就剩这一点点 很低调 但是又很美的光泽感 我很难形容 你看不见 你看到这块在闪光吗 我手晃的时候 但是你看不见有黄色 对不对 它就是这种感觉 好像你的眼皮 本身就是这种很紧致 很光亮的皮肤 没有亮片 也没有Shimmer 就也没有亮粉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 一个接近于裸妆感的 非常自然清新的眼妆的话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专柜 靠柜看一下 试一试这个颜色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 非常 有质感的一个颜色 但是又很低调 我超级超级喜欢 说到眼影呢 就不得不提 我最近比较爱用的两把眼影刷 它们都是Sephora的常规款 就不是Pro系列的 Pro系列的刷柄要更长 然后这里是银色的 这个大的是62号 小的是61号 这两把刷子就足够 我每天画一个很日常的 自然的眼妆出门了 像我一般都会拿大的刷 Rice Paper这种浅色 扫在整个眼皮 然后用这把61号细节刷 蘸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画在睫毛根部 然后眼尾稍稍加强 这样就是一个快速的 可以迅速出门的日常的眼妆 我是在Sephora的时候逛 然后我就摸了一下这个刷子 我就被它征服了 它真的非常的软 尤其是这把大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很公道 大的这把好像是16刀 小的这把好像是12刀 还是13刀吧 反正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大家可以去斯福兰试一下 摸一摸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它真的超级软超级舒服的 这两把刷子特别喜欢 接下来是一个唇布产品 它是Bike Beauty的唇笔 我的颜色是 CORVINA 字太小了应该看不见 我把它打在屏幕上好了 它是这种珊瑚色 有一点点偏粉 然后有一点点偏红的感觉 用在 我是拿它当咬唇妆来画的 而它的笔头是这种尖尖的 所以特别适合画咬唇妆 你就涂在嘴唇的中央画一道线 上面也画一道线 抿开以后 用手把边缘晕一下 一个快速简单的咬唇妆就画好了 这个颜色超级的提气色 抬肤色 显得脸很白皙 然后整个人都是非常青春活力的感觉 然后它的持久度 我觉得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它 我不敢说它很滋润 因为持久度好的唇膏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它不够滋润 但是我觉得它在持久度好的唇膏里 绝对不属于会干的 尤其很多持久度比较好的唇膏 你嘴唇一干了以后 它就会卡到你的唇纹里 它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非常好看 我觉得我应该会考虑收更多 他们家这个唇笔其他的颜色 最后呢就是一个香水 它是Philosophy家的Living Grace 这个香水我之前在我的空瓶分享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我是用完了一个15毫升的小包装 用完以后我就立马冲去买了一个大包装 它是60毫升的 它的味道我在这个视频里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我空瓶分享里面 把味道已经描述的还挺详尽的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 非常清新非常干净 很有层次感 很显气质的一个高级奢华香皂的味道 就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很简单很干净 但是又不湿层次感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喜欢它 所以这个也是本月大爱强烈推荐 以上就是二月份的一些爱用品 东西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都是经过我亲身试验 用了以后我个人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它一个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尽快的回复你们 好了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